以色列公布一段监视器画面 事发在10月7号 也就是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当天 当时多名哈马斯经过一间加油站 两名超商店员听到枪响时 发现苗头不对 开门一看 一群哈马斯分子持枪阵往便利商店方向冲来 店员大约在7点51分时 跑进后方仓库 10秒后哈马斯抵达便利商店 进行无差别扫射 甚至往后方仓库持枪破门而入 检查有没有人在里面 不过幸好两名店员 躲在冰柜里没有被哈马斯发现 而离开前哈马斯也搜刮一些架上物品 就离开现场 两名店员后来在冰柜里 待了好几个小时 直到以色列军队到场后 才将他们救出 同样惊险保命的还有 日前哈马斯第二波释放人质时 一名九岁小女孩艾蜜莉的父亲汉德 在名单上看见女儿名字 非常激动 两人相拥而起 不止是低声说话受困五十天的艾蜜莉也表示以为自己在弟弟 下过了整整一年 同时也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好起来 不过当他和爸爸回家时 第一件事就是放他最爱的偶像 碧昂斯的歌曲 这个举动也让父亲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自助综合报道